等一下 這是兩個包啊 對對對 它是合在一起的 這是兩個包 對啊 這是 它可以變成 就是兩用式的 這個包200塊 那兩個200塊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它是合在一起的 喔 對不起 對對對 對不起 事情 OK 那個不要 那個可以再放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吃藥粉撒 撒進去 妳為什麼要吃藥粉 因為我很注重養生 所以我想要調身體 妳現在幾歲 所以 23 23是中養生 所以這個包200 200 OK 好 我們方便可以看一下 一個台南上來的女孩 幾歲 23 23歲 要看裡面嗎 對 看它的包包會有什麼好不好 好啊 可以嗎 可以啊 你覺得不方便我們就 就減掉 它有一個 芋頭Q火燒 這個是 這個我本來想說 這邊沒吃的話可以吃 這邊沒有供應吃的東西 這就是妳的一餐 所以我們這裡如果沒有給午餐 妳就會吃那個東西 對 所以這就是妳打算的一餐 對啊 那一包多少 那個不是我買 是媽媽 寄上來的 對啊 為了省錢 對啊 這樣子妳就吃掉 就算一餐 對啊 如果這邊有公便當 妳就藏起來 我會繼續吃 對 就我食量很大 只是 剛剛妳有吃我們的便當嗎 有 有吃完 妳吃了幾個 我吃了一個 不好意思再拿 不好意思再拿 本來還想再吃嗎 對 那個是今天的高鐵票 今天從高鐵來 今天從台南上來 昨天嗎 昨天照顧阿嬤 我這次回去就是阿嬤剛好住去了 所以這個是買自由座 不算貴啦 這應該有打扮 很貴 我本來想做客運的 可是來不及 這這樣多少你知道嗎 一千四耶超貴的 一千四耶 自由座不是比較便宜 九五折而已 可是還是很貴啊 還是很貴啊 妳沒有買招鳥票 我七點去 我七點坐的 就是好像是六點才有招鳥票 對 OK 好 因為妳就知道我真的沒在坐高鐵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算貴了對不對 很貴 好啦 那高鐵都誰在坐 你 我 等一下等一下Lucy 妳坐一趟高鐵 妳那個包可以買七個 對啊 所以我真的是今天 坐上來很痛苦 靜好痛喔 對 我昨天還在跟我爸媽說 我可不可以半夜就做客運 可是我爸媽說 危險那麼晚 做車不好 對 然後妳看喔 出外的小孩一定都會有 這種 父母給的祈福的 護身卡片 好 我就希望妳 其實那是我朋友給的 趕快收起來 因為我們家基督教 我怕被我媽媽殺 我媽媽想了一爹 對 我媽媽是虔誠的基督教 因為她剛剛第一句話就是 感謝祖 感謝祖 妳剛剛拿出來說我心裡好痛 因為我覺得我回去要被我媽殺 對 沒有沒有 基督教講究愛 其實所以不會 好 媽媽拜託 不好意思 妳像有雙重保障 對 然後呢 這是一張 星光三越 103年5月6號的發票 對 總計25塊 請問星光三越有什麼東西 是 這是我很好奇 有星光三越發票 我不奇怪 但是25塊 請問百貨公司什麼東西 這個是麵包 因為去那邊工作 可是美食街都太貴了 所以我就買麵包 最便宜 OK 好 請讓Lucy一切順利健康 好 謝謝 以上所有的禱告 對 OK 好 哇 手機這麼大 因為要遮住它 它被我摔壞 可是我又想說要省錢 不要換手機 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啊 它的正面 正面有摔到很緊 這邊 這邊已經都 這邊已經都 因為我也是年輕人 所以出去的時候 還是會怕被人家笑 對 妳很怕被人家笑 這邊是 因為鏡頭可能看不到 這邊是整個已經裂開了 對 所以就還是給它一個 誰這樣子 對 一個保護 就遮住了 OK 好 幫我用一下 衛生紙 這應該不用錢 來啦 那都是人家給的 這都是妳的證件 對 皮夾 妳怎麼沒有一個錢包 因為包包小小的 我就沒有帶皮夾 因為我皮夾就是 知道公司就要趕快充電 對 省電 省電 對不對 所以會帶充電器 不是那種 行動電 對 它是有地方插頭 它就趕快 妳這高鐵可以充啊 有 捷運站也可以充 OK 那個是黏在一起的 對不起 對 所以是什麼 裡面是化妝品 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美麗的女生化妝品 一定很講究喔 遮瑕膏 那也是送的 好 遮什麼 遮瑕膏 因為我長痘痘 天啊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那個蕊而已 妳應該有個買一個殼對不對 我沒有 因為殼要五百塊太貴了 所以我就用 這個通常是這樣子啦 比如說妳要買一個這個殼 對 然後這個蕊呢 把它那樣子 妳看民主持人也是都用這種 剪過的一半的啦 對 妳要把它放在 要買一個殼 對 所以它沒有買殼 它就用原來的裸妝 對 五百塊可以買其他東西 OK 小鏡子 好 這應該也不貴對不對 這是送的贈品 好 好 這是什麼 那個是打亮的遮瑕這樣 那這個呢 也是打亮 那是用眼鏡有黑眼圈 可以燒黑眼圈的 OK 這個是有名牌的 對 這是送的 也是送的 這都不是什麼 妳可不可以說哪一個不是送的 那個粉餅那一個 那個粉餅是買的 對 多少錢買的 因為我是拿員工價 差不多 它那個好像一千多塊 我拿員工價要幾百塊 幾百塊 都沒有牌子耶 這是眼鏡 眼鏡 那個睫毛膠 睫毛膠 這是妳打翻的藥粉 對 這是吃什麼的 不是另外的藥粉 那個是喉嚨的 因為要做沾腸 要一直講話 對 有時候喊到就是都沙啞 好 這是什麼 防曬乳 對 因為你們都要穿很少嘛對不對 對 所以要防曬 就這樣 這個是送的 妳剛剛那個 送的 剛剛那家收據二十幾塊是買什麼 麵包 麵包 好丟臉喔 我忘記拿起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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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很真實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打亮的 這是我以前上班的工作牌子 對 OK 所以這個 只有這個要花錢嗎 對 所以妳做這個工作 其實我們以為花費最多的是門面的錢 對不對 對 妳要做臉嗎 做頭髮 說到這個一定要教教大家 大家知道團購網嗎 它是十一住行 你們剛剛看到我住的地方的所有家具 這些幾乎都是我在團購網買的 團購比較便宜 便宜超多 那還有用頭髮 吃的 你們剛剛所有約會真的都太貴了 團購網上面很多餐廳 變超便宜的 所以妳這個生活上最大的開銷是 生活上最大的開銷 現在是房租4500 房租4500 吃的呢 吃的話 我幾個月的話 差不多都是3000塊 一個月 一個月才3000塊 因為我都自己煮比較多 妳怎麼有時間去買菜 白天啊 白天 如果晚上都來不及的話 晚上也有那個超市 而且超市有時候會出清 就會比較便宜 然後想喝雞湯也是 就是去超市買那種快過期還是怎樣的 那種一袋的那種雞肉 就丟冷凍 然後要喝雞湯的話就自己煮 然後加勾雞啊什麼的 那妳吃過覺得 以妳現在的生活狀態 妳覺得吃過最奢侈的一餐是花多少錢 最奢侈嗎 花多少錢妳就覺得太奢侈了 600塊 那是什麼 為什麼去吃600塊 因為吃少路跟朋友 平均分擔下來要600 沒有一個人 對 而且是吃到飽就狂吃肉 吃到想吐 嗯 把蛋白質一次補充起就對了 對啊 那妳可以交男朋友 然後男朋友多負擔一點 因為我之前男朋友他也不是有錢人 所以盡量能一起省就一起省 然後我現在不交的原因也是因為 交男朋友其實也很花錢 就是過年過節都送禮物給他 還有他的家人 會很 對啊 因為人家送禮 妳也不好意思不送啊 然後通常 我都會想送好一點給他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花錢 好一點是什麼 好一點 我自己都不敢買名牌嘛 可是 我送另外一半 我就會肯買名牌 那個多少錢 買過什麼 我買過 我買過像是 我突然忘記牌子 一個圍巾很貴 快要買的 然後 然後 我自己沒有買 我自己沒有買 肉肉飯不敢吃 一萬塊圍巾 男朋友 就是家人跟男朋友 我會很肯願意花 對 可是自己真的就會 因為南部待久 我會真的上來 我不敢花那麼貴 那個男朋友為什麼 值得妳這樣買一萬塊的圍巾送呢 因為我們交往也很久了 而且 就真的 那時候也很愛對方 那後來呢 後來 因為我們個性有時候會不合 就是觀念比較不同 所以會 譬如說我會 譬如說我是那種 有男朋友 就可以完全不要有男性朋友那種 我是這麼奇怪的人 所以我會希望另外一半跟我一樣 對 我們觀念就不同 會因為這樣吵架 對啊 那妳送他 他不送妳嗎 有 他會送我 他也對我很好 他送什麼 他送過最好就是 帶我去韓國 出國玩 對 我剛剛跟我已經講 我說我那天吃了一個河粉 220塊 然後他就說什麼 怎麼可以吃這麼貴的 我說我不知道就是 在安和路吃的啊 它是最便宜也要180啊 沒關係 最後講一下 拜託 那個包包200塊 他已經用一年多了 200塊的包包也是很堅固的對不對 就我才講河粉嘛 我就把它一個包吃掉了嘛 因為我那碗河粉 220塊嘛 對 我就是要跟你做這個比賽 220還比那個包包貴耶 對 而且這個拉出來了 你懂沒 所以呢 一碗河粉 台北一碗河粉 可以安和路到220塊 我們大概六七十塊就有 而且是真的 有牛肉嗎 有啊 生牛肉算的啊 不過你雖然這麼省喔 我勸你不要那麼省 就特別是在你養身體的部分 因為我懷疑我太太就是 以前大學的時候太省了 把身體弄壞了 對 最近上面就是比較好看 很痊癢 很痊癢